军人优先最早出现去火车站、机场等购票场所,设立窗口的本来意愿是方便军人购票,也是用只有数的一个方面。 但是窗口设立以来,非军人在军人窗口排队,军人来购票依然背后,军人有什么了不起,军人更应该排队。 这是以前,最近笔者出差时发现,在机场、火车站的公共场所,把原来军人优先的提示牌变成了军人依法优先。 现在你还咆哮说凭什么,有什么了不起吗?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,说起军人,真的要说出我们农村的退伍军人,生活在农村的我们因为没有学历,没有出路就选择了当兵。 社会上流传着当兵后悔三年,不当兵后悔一辈子的说法,其实我作为一个退伍军人要说的是,当兵人你学到了在任何地方学不到的东西,那就是做人,做事一集中程度。 说到这里,我想说每年国家发生重大灾难,重大事故的时候,冲在前面的是军人,抗红旧杂冲在前面的是军人。 也许是军人的天职,做决定了我们的工作,有那一位军人喊过苦叫过来。 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大和军队的强大,以及军人的奉献,你还会安稳的待在家里多军人优先吼叫,感到愤慨吗? 看看国外的一些地方,让你生活在战火纷飞的时期,你还有用勇气喊出,军人有啥乐了不起吗? 随着国家被退伍军人的关注和关心,军人事务部组建之后,全国针对退伍军人的关爱活动相继开展起来,包括警示免费,坐车免费等,仅期还将对退伍军人信息进行登记。 有些地方已经根据中央的文件精神给现役军人,退伍军人,军列署发放光荣军署的牌子。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,到目前为止,还有很多生活在农村的退伍军人,他们连是以高生活拮据,还有些年轻的退伍军人,都选了大工和务农。 年轻时,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部队,退伍还乡已无人问津,希望退伍军人信息采集结束,能够照顾到我们农村的退伍军人。 对于农村退伍军人,建议设立退伍还乡创业贷款、创业项目、技术指导培训等帮助农村退伍军人,不靠国家养活自己创业致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AO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